前几天我就做到了一个梦,然后梦里就是我在和一个现实中的一个好朋友,他不信佛的,我们在一旁说别人坏话,这个时候天很昏暗,然后进入了一个小巷子,有很多人,你印尼中我感觉他们是被拉去受惩罚了,然后我就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,在梦里一直念礼服,大看我文。 后来过来一个穿古代牙翼服装的人,他说他打开一扇门,然后让我们两个进去,就是那种很普通的那种木门,然后我不肯进,我就一直念礼服,我的好朋友进去了,我往里一看,有一张床,很多窄性的被子,然后马上听到婴儿的哭声,我就知道完了,他投胎了,接着这个人一言不发, 他又给我打开一扇门,上面刻着千母花园和洋房,就是一个很享福的地方,但是我不肯去,我不想享福,他又指着人道两个字,一块牌子,那意思是说你可以去普通的家庭,我也不肯去,然后他又指着天道,然后天道面前还有一杯水,他拿起来往地下一泼,杯子里只剩下五分之一的水, 我的意念里就知道,那就是我修的那个天福太少了,我说我不肯去,我修的天福这么少,也去不了好地方,然后我就求他,我说,如果要我投胎,我就两个条件,第一要我带着金石的记忆,第二是我要投胎到台长身边,好好的修,否则我哪里也不去,他看了看,他说,那你跟我来,通过三个考验就可以, 然后带到一间办公室里,第一个是一口锅,他进门之前还送我一袋牛奶,特别的凉,我说你是不是让我喝掉,他说,不是,是让你拿着的,然后那口锅就看着很热的样子,我当时梦里想,要是让我下油锅捞东西的话,我手就是烂了,我也得忍着,我得到台老身边去, 然后结果手伸下去,那锅一点都不热,捞到了一圈卷轴一样的东西,然后他就跟我说,你碰到每样东西,如果你一过进去,那你就失败了,然后碰到那件东西后,我就感觉把它扔开,他就告诉我,你平时一边修行,一边就是为感情烦恼哭泣,所以导致金石一边修行,一边邪淫有漏,然后心很散乱,我说是的, 然后第二个考验是,来到了一个,也是一口锅,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铜钱,他让我去捞,也是感觉如果迷惑进去,就不想再松手了,然后我抓住那些铜钱,用力的甩甩,最后他检查的时候,手心里还沾着一枚铜钱,我就感到很羞愧,第三个考验是一个脸盆,里面有热水,有毛巾, 然后我拿住之后,就控制不住的自己铺腾那个毛巾,最后把手拿出来,用力的擦了甩,还在墙上按着,手上都没有水珠了,我以为没事了,他过来,就检查的时候,那意思,这个考验是口液,他就说,我的衣服前面还留着一颗水珠, 然后把我带到了一个空空的地方,说,现在你跟着我转圈,然后我转着转着,我就发现,他的脸变得惨白,感觉就跟牛头马面似的, 而且意识开始模糊,我觉得会迷惑,就停下来了,这时出现了一个很著名的主持人, 他就大声的问我,你不去看他,不害怕,这是无人像,那么还有什么,我说还有无我像,然后心就定下来了,又开始念礼佛,那个牙医嘛,没有办法,就对着天空喊,新加坡,还有两个地方可以投胎, 还有悉尼,他说,你去新加坡,可以红发度众,你去悉尼呢,可以跟着台长,在观音村里仪式修成,你想去哪儿, 这时我看到,一道铁丝庭,铁丝庭的外面,孤零零的站着好几个,穿红色衣服的义工,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姑娘,哭着,对我喊, 你一定要跟着台长仪式修成啊,然后我就在梦里开始矛盾,不知该去哪里,我就开始念礼佛, 然后就醒了,我讲完了,你,我告诉你,这个梦你真的叫地狱游记啊,地府游记,应该说地府游记,你听得懂吗,听得懂, 嗯,你就是说,你现在的业障很重,应该就是说,可以把你拉下去,但是呢,因为你今世有修,所以呢,你可能呢,就是, 还不会马上投畜生啊,投这种鬼,那个恶鬼道啊,恶,你听得懂吗,现在呢,给你投的,就是说,现在如果你拉下去,你包括你做的这些功德,也最多给你投个人, 也就是说,现在已经把,将要发生的事情,你已经看到了,如果你不好好修的话,那你基本上就是要投人了, 但是投人呢,投个好地方嘛,就是说,能够投个澳洲啦,或者投一个,那个,那个新加坡啊,就是这样, 所以一个人很可怜的,说走就走,对,所以很多人根本不知道,所以你在讲这个时候,师父就一直心中在想, 怎么样让更多的人相信呢,你看这些人都不相信呢,你看看你现在做梦像不像真的,你自己感觉一下, 非常像真的,好了,不是真的,是你的真的,魂魄在下面,你听得懂吗, 因为等,因为等,因为等到人死掉的时候,就是这种感觉,一模一样,跟真的一模一样,听得懂吗, 听得懂,无法自主在下面, 根本没有办法的,就是说,你根据你的业力,所以人家为什么,台长经常跟你们说,根据业力所为, 你的业重了,你就这样,你的业不重就没有关系,你现在听得懂了吗, 听得懂,很麻烦, 我想问师父,一天许了一千八百遍,礼佛如理如法吗, 你慢慢念吧,你一天也不能超过,现在到过年, 没几天可以念十一遍,之后你最多只能念到七遍,不能超过, 明白, 你这个人,你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,台长跟你说邪淫, 你这个邪淫最, 对的, 是的,然后我昨天就写了看我的文章之后,我就自己反省, 我发现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,我过去还跟人家说是前世, 其实根本跟前世没有关系, 我现在, 你要跟人家好,现在有很多人学佛当中, 他们这个口业造了大, 他想跟某一个人好,他就说我前世跟你是夫妻, 我前世跟你是什么缘分,全部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残存, 就是自己想跟人家好了,就说我跟你前世有缘分, 这些人都是造大业, 加油锅的, 你听得懂吗, 听得懂, 我跟你说,而且我要向菩萨,向台长忏悔, 我就想我今天打通电话, 我要把我最,最丑陋的一面说给,说给大家, 就是我看到其他同修在忏悔的时候先赢, 说婚外情呀,然后流产呀,同屈呀, 我觉得那些通通都比我高尚, 因为作为一个女孩子, 我竟然有收银的这种恶心, 而且时间特别的长, 尤其是在学习之后还屡犯不改, 我就有时候就觉得自己一半是鬼这样说着, 而且谁都不敢说, 尤其是在我犯了这个邪淫, 就是这个毛病之后, 虽然一面再念经, 再念功课, 放生什么都在做, 但实际上这个境界, 还有这个生命的质量都在急剧的下滑, 所以说这个节一个一个老是不断, 你现在知道了就好了, 很麻烦的, 你真的要自己要好好忏悔, 我可以告诉你, 你现在在人间跟菩萨, 你跟师父忏悔, 你还可以有救, 我跟你说, 你等到到了下面呢, 像你这种人啊, 我告诉你, 你去看好了, 凡是在地狱里的, 在那些受罚的人, 全部都是像畜生一样, 不穿衣服的, 你看人跟畜生区别在哪里, 畜生所有的畜生都没有穿衣服的, 所以一个人如果做这种事情的时候, 我问你穿不穿衣服, 对不对, 不穿, 好了, 就是说你是下流的人, 所以他就把你归到畜生道里面, 所以你看畜生猴子, 你给他穿件衣服, 人家都要笑他了, 对不对, 人如果不穿衣服, 那么大家都要笑他了, 对不对, 对, 大家把他当畜生看, 所以我告诉你, 说一个人, 为什么是人, 因为他已经属于山山道, 接近山道, 所以很多人真的不懂, 到今天还在拼命的协议, 拼命的做错事情, 这些人其实很可怜, 他到了下面, 你知道要泡落呀, 还有下油锅了, 还有啊, 就天天啊, 让你, 让你还有一个刑罚, 就是那些男的不是好色吗, 他到了地狱里面去之后呢, 他是这样的, 突然之间呢, 他就是, 把他, 他们到了下面, 没有什么廉耻的羞耻, 因为你已经是属于一个恶鬼了, 他呢, 他就出来一个女的, 很漂亮, 然后呢, 你跑上去抱住他, 一抱住他就站住了, 站住之后, 马上这个脸的就变了一个恶鬼, 就是吓死你的, 就这种, 然后你逃也逃不掉, 给他站住, 然后他就一口一口的把你的血吸光, 然后拉你的筋, 拉你的皮, 直到你自己魂魄觉得昏迷了, 就是魂魂昏掉了, 好, 痛得不得了, 然后慢慢醒过来之后, 又来了, 就是在这么不停的, 无间地狱, 不停的叫你这么受, 你不是在人间淫荡吗, 他就叫你受这种, 还有一个女的, 在人间淫荡, 然后呢, 就有一种泡落, 里面烧得滚烫, 然后有一个铜的, 一个叫你上去抱住, 一抱住你的皮啊, 烧焦啊, 还有焦味的, 整个还有声音, 这个皮碰到, 就像人家烧烤一样的, 就这种声音啊, 我告诉你, 你们去玩吧, 太多的人了, 所以菩萨真的很可怜, 菩萨观世音菩萨都救不了, 无缘众生啊, 菩萨都动不了因果啊, 你听得懂吗, 嗯, 听得懂, 所以一个人怎么样来改变, 一个人怎么样改变, 不要贪图, 眼前那些利益, 这是最重要的, 所以很多人不听台长话, 不听台长节目, 他们真的是可悲啊, 而且他们真的是很可怜的, 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世界真的有地狱啊, 他们也不相信这个地狱, 天这个这个这个世界真的有天堂啊, 所以真的很可怜, 所以我希望你通过这个事情, 你好好的, 没有什么难为情不难为情的, 我告诉你, 你丢失了贿命, 你就永远完了, 所以你不能受苦, 你只有好好忏悔, 这种你要讲, 要把自己彻底忏悔, 听得懂吗, 听得懂, 不要沾脸上坏习惯, 坚决不可以的, 听得懂吗, 对的, 每次就是, 看到那个手机里, 只要看到有那种色情的图片, 跳出来, 就会思想偏偏, 然后还会看那种网络的小说, 就是, 就是迷了呀, 就是迷进去, 你就是惹着色魔了, 听不懂啊, 惹色魔了, 听得懂吗, 哎呀, 不可以的, 听不懂啊, 你想想看的, 从连环到身体都很脏, 对了, 现在知道了, 所以跟你说了, 你跟你说了, 你们为什么, 看见师父这么干净啊, 你看看师父走到哪里, 那个脸, 从身体, 你看跟你们讲话, 坐在台上, 对, 你想想看啊, 一个人的干净, 不是从表面上出来, 从内心啊, 听得懂吗, 说呀, 对吧, 你化妆化得再好, 你这个内心肮脏, 你这个脸上就会很肮脏啊, 怎么爱呀, 我不希望你们每个人都碰到苦难, 碰到这种灾难了, 才开始开悟, 要早点开悟啊, 听得懂吗, 听得懂, 我前面台长, 是不是就是说前世的时候欠的这种感情债也特别的多, 对啊, 感情债欠的多, 而且呢, 有一些人呢是, 有一些人像这种色魔, 这种强奸犯, 这种人都是从动物投胎的, 就是说, 他做了几十辈子的牛, 被人家杀了, 然后呢, 耕地一生, 再杀了, 再耕地一生, 做了几十辈,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投了人了, 他的畜生的本性, 野兽的本性还没有变, 所以他才会去强奸人家, 因为动物, 他就是在马路上看见其他动物, 他就可以走过去了, 听得懂吗, 对, 所以这就是狗一样的, 所以很多狗, 你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, 突然看见, 对面有一条母狗来了, 他哒哒哒哒的冲过去了, 你想想看, 这叫动物啊, 这叫畜生啊, 所以很多男人现在看见女人那个眼睛, 那种样子跑上去勾搭人家, 像不像一个狗啊, 真的, 是的, 好了, 你自己啊, 你自己真的, 你自己差一点就走向魔道, 你差一点就像变成一个, 真的一个, 一个肮脏至极的一个行尸走漏, 你听得懂吗, 听得懂, 你好好改啊, 小姑娘啊, 你们这些孩子真的不懂啊, 跟你说爸爸妈妈没有像师父这么教育的, 现在的爸爸妈妈根本不会讲, 也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讲, 怎么教育孩子啊, 听得懂了吗, 听得懂, 嗯, 我说爸爸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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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